在齐静春于心中选中陈平安后 为了给对方谋取机缘 于是他来到了狼桥底下 向老剑条推荐了陈平安 而初始的老剑条并不看好这个少年 但在齐先生苦口婆心的劝说之下 老剑条这才给了陈平安一次机会 那便是走一次石拱桥 而当陈平安踏上此桥 一场考验便是接踵而来 最终陈平安凭借着自身的强大毅力 以及百折不屈的心性和良好品德 在第四次入梦时折服了老剑条 而在剑林认主陈平安后 也是送给了对方两样大礼 首先这第一份大礼便是顶级的空间装备白玉牌 此牌内含一片极大的空间 不但可以放置诸多法宝等稀有物品 还拥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 唯有非生境的修饰才可全力破开 可谓是陈平安行走江湖不可或缺的随身存储空间 其次第二份大礼则是赠给了小平安三道剑器 这三道剑器对于陈平安而言 可谓是他成为剑修的潜在助力 也是其开启剑修之路的基础原因之一 在齐静春生死之后 陈平安护送李宝平等人前往山崖书院 在此处他曾以第二剑的修为操纵着一道剑器 只一击就斩杀了一条中五镜的白马